中国女子冰湖队曾在去年试领赛的决赛中赋予加拿大队获得亚军 这次从巡黄赛开始一路领先闯出决赛 姑娘们的目标自然是金牌 第三局中国队的二蕾和三蕾分别出现了失误 这使得他们虽然占有后手优势 却最多只能得到一分 如云在冰湖比赛中得分的一方下一局就必须要先投赋 关键时刻中国队果断地放弃了得分机会 保留了在第四局仍然是后手的优势 这招果然见效 中国队一下子拿到两分 但是昨天连克两支球队才闯入决赛的瑞典队 怎么会轻易放弃问底的机会 他们在第七局也赢得两分 比分变成了5比4 此时瑞典队有两支冰湖都更靠近原心 而中国队只剩下最后一头了 结果王冰运冷静出手 他的这头不仅击看了对方最靠近原心的红色冰湖 让自己的冰湖停在了中心 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还成功地将对方的另外一支冰湖往外磕了一下 经过测量 中国队有两支冰湖能够得分 比分一下子被扩大成7比4 但登上最高领奖台的道路 也许注定不会平坦 瑞典队在随后又一次把比分追成6比7 并且在最后一局的最后一头之前 创造了两支冰湖在有效区内的绝佳优势 压力再一次落到了王冰玉头上 最后一头他必须要打出双飞才能赢下比赛 结果一切就这么完美的发生了 中国队在最后时刻以8比6获胜 历史上第一次站在了世界级冰湖大赛冠军领奖台上 比赛结束之后呢 我们电话采访到了中国冰湖队的领队李东岩 从他的声音当中 我们就能感受到他在现场的激动 我觉得我们的四蕾不仅仅四蕾吧 整个今天全队发挥的都非常好 一直在控制着比赛的节奏和这个比分吧 所以我们能够把比赛拖到最后 然后很有耐心的打到最后一个球 这就是我觉得今天他们是打的最棒的一场比赛 今天有点像中国队的主场 我们只是想到能够打进复赛 但是冠军当然是每个运动队的目标嘛 但是实现那个目标冰湖是很顺利的 而且是充满了冰湖困难 但是我觉得整个队伍在一起 像一个团队一样真正的在战斗 所以他们克服了每个困难和障碍 最后中拿下了这个冠军 我觉得值得祝贺他们 可能绝大多数观众都不知道 中国女子冰湖队2003年才成立 本届市井赛之前最好的成绩就是2008年的市井赛亚军 仅仅六年的时间 从当年的一名不闻无人问津到如今的声名大噪 拿到市井赛的冠军令世人瞩目 姑娘们走过了非常艰辛曲折的道路 在这项极聪明智慧坚韧于一身的运动当中 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冬奥会冰上集体项目 拿到奖牌的期望 原本不为人所知的冰湖队给国人带来了惊喜